大家好,鳥蛇,好用啊 我們今天還是在高雄 那我們今天晚上到的是瑞峰夜市 高雄有名的瑞峰夜市 對,我們今天就買一些好料 就是瑞峰有名的好料在旁邊吃 憑我們台中人自己去感受一下 對,甚至體驗高雄的美食 台中體驗高雄 來,掛到蜜蜜,走 走 逛夜市 有一個喇叭大泥 或是喇叭的一條蜜蜜蜜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來瑞峰夜市 我就參考比卡網友的介紹 他說沒吃過QQ彈等於沒來過瑞峰 QQ彈是什麼啊? 地瓜球吧 地瓜球嗎? 他現在都講說沒來過 沒吃等於沒來過 那一定要吃一下 好,來試試看 觀光客行程喔 這裡有一個道地的西班牙燉飯 來不然試試看 好 這邊有一個石頭餅耶 這長什麼樣子? 是用石頭做的嗎? 石頭餅是什麼啊? 好不然我們試試看好不好? 石頭餅好啊 石頭餅 他感覺紅豆餅還大耶 這為什麼叫石頭餅啊? 這個以前是古早味的餅 古早味喔 以前沒有這個鍋子是在石頭上 以前是在石頭上的嗎? 在石頭上? 以前啦 好特別喔 等下 好,我要看它們底卡的網友 我要推薦吃這裡的烤鴨加餅 也是必食之餅 找我們來買一下 好 走走走 好可惡 這個蟹肉飯跟手臂一樣酥欸 真的好大喔 買一份再算 買一份 買一份 我們現在到的是空曠的地方 我們就來這邊吃美食 我們就吃第一個啦 我比較期待的是這個燉飯 那我們看那個好像也是道地人在吃 好像真的是西班牙的人 對對對 他用烤起司的方式 對 很香欸 馬上就是起司會沖鼻欸 好我們吃吃看 好怪欸 這邊看起來好像看不出來喔 看不出來喔 不好意思喔 我們就吃口感給大家看喔 我就是憑空想像喔 我們看看那個畫面 他好像有送一個雞腿肉欸 他其實蠻壯觀的 好多雞腿在這邊一起煮喔 嗯 蠻酷的 好來吃吃看 好吃講啦 以夜市來講 這個水準算是好吃的 嗯 不要這樣你可以吃吃看 而且他好像偏涼料囉 對他有點偏涼料 因為我們剛剛逛了有點久 對啊 哇 殘忍 他比較酸一點點 至少有什麼南洋風味那種感覺 喔應該有加他們的香料 嗯 比較酸一點點 好我們再吃一口 嗯 欸你還沒來這邊打卡欸 是不是忘記了 喔對對對 QQ地瓜球 他剛咬下去其實有點硬啦 好這叫QQ地瓜球 剛剛那個迪卡的朋友 他是講說啦 這個是在這邊必吃啊 沒吃的話 就等於我們要來瑞峰夜市啊 嗯 來吃吃看 哇好脆喔 好脆喔 因為我們剛剛可能有點涼乾 他變脆了 他風乾了 嗯 他是咬到後面是不錯吃的 軟 他後面其實很香欸 畢竟他冷掉了 但是他這個脆度 他後面吃到後面就有點偏軟 它又香香的 我覺得還不錯 嗯 我覺得是好吃的喔 算是必吃啊 真的 噢 這脆 這冷掉啦 建議牙齒好一點人吃 後面軟的話就OK了 所以咬下去那一扇 要需要一點咬合力 吃個他們那個啦 石頭餅 那個大姐人講說 這個石頭餅是傳統美食 嗯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口味 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包起來就像大水餃 對不對 他剛剛好像包這樣子 好 吃吃看 芋頭口味 芋頭 吃起來真的像紅豆餅 真的嗎 因為他原理不太一樣 但是料是一樣的 還不錯啊 就是像紅豆餅 剪掉那種 啊 這個啦 也是說必吃的 你找很久的 我找很久的 我剛剛一來齁 一樣是迪卡的朋友 都推薦的 我剛剛一開始以為 外面那個皮 是餅 可是我剛剛仔細看 好像是類似 類似麵包之類的 對 像饅頭耶 饅頭 饅頭 像饅頭 對對對 吃吃看 吃吃看 裡面還有八個脆脆的東西 是比較特別的做法 這好吃耶 是不是也酸酸的 我跟你講 各位朋友 這有點像是 包桌的掛包 融合鴨肉 對 那個皮 真的蠻像掛包 他一樣有加酸菜 我剛剛是叫南洋風味口味 各位朋友 我覺得啦 他有點掛包加烤鴨捲餅 融合在一起 他吃下去那一剎那 是掛包的味道 甚至好像還有加點 花生粉的樣子 還是我的錯覺 他會認真品嘗 又有那個烤鴨捲餅的味道 他是好吃的 我覺得融合起來算是沒有糖肚啊 OK的 也有碰出他自己的味道 再來吃一下我們今天單價最貴的 重頭戲啊 100塊 就是以這個份量來講是最貴的 哇 可是他真的很粗耶 帝王蟹肉棒 我吃吃看是不是真的 小心耶 差的好像不太穩 味道是不錯 但是呢 我好像沒有吃過真正的蟹肉棒 所以我沒辦法評論他是真假 那你覺得他的肉怎麼樣 他肉感覺有調味肉過的 那嫩嗎 因為我剛剛看他烤得蠻久的啦 不太嫩 但是 紮實的話 你會想要再買嗎 這樣就好了 如果是一隻100塊我不會再買 可以嘗試看看 吃一口 冬天 有超過味道 嗯 因為我們今天拍了一整天 我們來瑞峰夜市 吃了這五道菜 像是我們臨時買的啦 也是都很好吃 我覺得都還不錯吧 都還不錯 我覺得 網友推的也都還不錯 這個也不算是網友推的 有的是我們自己好奇 對 我們差不多有兩樣是網友推的 另外三樣是我們自己好奇 嚴格說起來啊 網友推的都好吃 另外那三個 我們自己去買的也有幾個都非常好吃 那我們的介紹都在這邊結束啦 體驗也非常的滿意 那我們的牛蛇吃好料 今天告一段落 爽就訂閱 持續更新 各位朋友 我們今年產片量會增加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朋友 一定要訂閱我們 甚至強迫你朋友 訂閱我們 你看連我家貓都瘋起來了 爽一定要訂閱就是了啦 不爽啊 不爽再看一遍啦 看到爽為止 強迫我們訂閱就是了啦 馬上衝起來 太兇了啦